我覺得我自己 也是跟小優一樣是看人 然後如果跟自己 很熟的朋友的話 我真的也是那種 沒有什麼節制 反正就盡量喝 旁邊的人一定會照顧我這樣 可是我自己有一次 在大眾的面前 真的是滿誇張的 竟然是在自己的 訂婚喜酒上面 對 家長 對 家長 其實我跟我爸媽 他們的朋友 就是看著我長大 所以我爸媽的朋友 也是我的朋友 那一天就是 大家知道白紗之後 那個敬酒一定是穿 比較合身一點的禮服 比較好走動這樣子 所以那天我這樣子 一場敬完酒 然後飯店的服務小姐 她大概是看我那天 真的也很開心 所以是喝真的就對了 對 她就把我的葡萄果汁 就給你知道忘了這樣子 然後我就這樣喝了 三十幾桌回來之後 其實有一點要麻 雖然我都咪 對 三十幾桌這樣子 然後後來 等到我跟大家敬完 然後回到自己主桌之後 想說一定要去跟爸爸媽媽的朋友 好好的質疑一下 因為都是他們什麼 國中同學 高中同學 這一類的 所以我就穿著我的禮服 走到他們那一桌 剛好三桌都是相鄰的 我就大喊 因為這些叔叔伯伯阿姨們 他們這個團體 都有一些綽號名字這樣 我就說 社會自然族的舉手 我就大喊 我說我是自己拿一罐 社會自然族 對 社會自然族 他們就給自己取了 這樣團體的名稱就對了 太可愛 然後我就自己採了一罐紅酒 我就這樣舉起來 然後自己裙子就聊起來了 禮服就這樣採在椅子上 然後我就說乾杯 所有的人 因為他們都在很靠近主桌的位置 所以等於所有的SPA-Light 都是打在我們那個位置這樣 然後就看著我 妳老公有沒有漏尿 其實我那時候 他比我更貓 對 那還好 然後我其實自己到後來 我並不記得這一段發生什麼事情 我只記得說我喊乾杯 就這樣子 然後等到之後 因為婚社是我的朋友 因為我朋友就是連續拍 然後看著我這樣子舉杯 然後撩裙子 腳踏上去 然後下一個鏡頭 我正要這樣子喝 那個臉 那個表情還很怪 是這樣 很尷尬 吃憋臉 我爸爸在後面這樣子 那張照片是這樣的 對 然後緊接著下一張 就是我爸爸衝過來 把我的酒瓶給搶下去 然後我們兩個在一面這樣子搶酒瓶 我的媽啊 你爸爸超怕你被退貨的 對 我爸就說 我爸就說你知不知道 還好你那時候去敬酒 因為南方 他們如果看到魚出來就會先走 他說還好魚已經出來了 他說不然的話 真的不知道怎麼跟你的公公婆婆交代 所以公公婆婆不在 還好 對 真的很險 對 然後那個照片 我從來也沒有洗出來過 對 我就洗 你一定還有一絲理智 等他們走了你才發作 好險 沒被退回